本节视频给大家分享 2023年下棋甲级联系 王天一的最新精彩对局 这一排棋红方是 魁马飞刀旅清的得意弟子 莫自贱 黑方是王天一 小刀精彩的一排棋 红方开局先人之路 黑方足底炮 架中炮 双向连环 不强中路 等于是弃了一个足 那红方歇哨憋马 黑方憋马 红发直举 启横举 那接下来红发 进炮封鞠 黑发刹正马 红发正马 双鞠准备夺炮 红发炮退役 黑发拱足火马 红发出鞠捉炮 黑发出鞠宝炮 红发拱兵火马 那黑发贫炮要求对鞠 接受对鞠 打鞠一吃 红发上马排河 黑发净鞠起河 打算吃兵 那红发拱兵渡河 为下一步骑上马铺路 黑发拱足 红发上马灯炮 黑发形成单子炮 红发拱兵挟鞠 黑发之力啊 还是应该先把马跳上来 当然也是红发比较好下 那么实战的黑发退居足灵 那红发正招应该是拱兵渡河 威胁黑马 你如果说进马 红发之力啊 就可以补试了 教理这个旗呢 数千至红发可以进居 这马啊 这个鞠和炮同时盯住中族 这个旗呢应该不好下 假如说黑发直接的把马 把炮蹬掉 那红发可以下掉 黑发比如说继续拱足 那么红发可以平兵 那总之这个旗红发比较好下 当然渡冰过河之后 比如说黑发啊 这个选择用下吃 那等于呢是把炮丢了 还是红发比较好下 那如果说选择马六近四 那咱们发现红发可以上马 啊 总之红发这个渡河兵啊 就可以利用起来 那么实战红发并没有拱兵渡河 而是退炮要打狙 措施了解啊 黑发拱足 那红发冲兵 黑发上马随时登炮 那红发这里没有打交 实战呢是平破要打马 那如果打一交呢 也是接近实战 黑发可以跌局 下一步前的吃破 你平破打足 他可以用笑吃 那这里有可能啊 去吃破 红发可以平局过来吃马 当然红发有可能禁局 教练呢也吃马 比如黑发此时呢 选择落效 那么他这个棋呢 可以把马退回 黑发退马登炮 红发呢可以炮进二 黑发吃马 红发平过来吃马 这个棋呢走下去 也是说法大体重视 那咱们开始实战 实战红发平炮要打马 黑发把炮一吃 红发把马一笑 那黑发消灭过河兵 红发上马排河 给炮生根 黑发平视角炮 那红发禁局兵临线 黑发补视 红发平局中路 瞄着中足 这里呢 黑发就不敢禁炮去打马 否则的话 咱们发现 那么他这里呢 直接把中足一吃 你吃炮 他也吃炮 也是双方大体重视 那么实战 黑发禁局要吃马 红发退马登局 黑发退局 紧盯红炮 红发上马 再来登炮 当然黑发这里呢 他就握手言和 这一排气啊 总体雷烟呢 双方都下得非常好 红发呢 就是三路兵 没有渡河 这是本拍齐里边的一个瑕疵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给大家继续分享 王天一和木字界的 封出胜负的精彩队局 咱们到下集视频啊 给大家继续分享 这集视频啊 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